今天是有一个礼拜六 同时也是中国国内的那个除夕 首先祝大家新年快乐 2023年了 一切都变得好起来 我们这边的话 如果是在工作日的话 那我们基本上就不太怎么会庆祝中国的储蓄了 除非是做一点吃的 但是今天是周末嘛 然后我们也想趁着休息 准备一顿好点给孩子 我们也给孩子买了新的衣服 也算是在国外补足了 就是中国过年的气氛 虽然气氛可能比国内不是那么的浓烈 但是我们还是争取 能把这个年味过出来吧 今天一早的话 第一件事我们就是 把我们种的大蒜拔下来 然后吃了 我们家如果在家过年的话 我妈一般都会用这个大蒜做一个鱼嘛 就是这是我们种的这个大蒜 挑大的拔吧 哦 这还拔不下来啊 我得去拿个铲子 因为这是个花圃啊 我们种了三株玫瑰还有两株菊花 玫瑰花这一株可能能活吧 哎呀 你看这也打成这样 但是这两株开了一点 然后又被这个酸给打死了 我不知道开中的时候能不能长出来 希望不要死吧 这我们花了十几块钱一株买的 我们就趁着这过过年的话 把这些大蒜全给清理出来吧 然后吃掉 因为种在花圃里面确实也不太哑观了 好 现在要找个厂子 然后把它抢出来 我们把这大蒜拔了 有这么多 回去洗吧洗吧 然后做顿吃的 我们要买了一点鱼 这大蒜拔的挺好的 寒流的时候也没动 好 我现在把它拿回去洗完 然后切成看看 让我老婆做点什么 有啥想做的 今天第二件事 就是把这些回收起来 然后撒了草的上去 这可是难得的有机肥料 我现在准备了一个 就是这检疫的这个滤网嘛 就把这些粗的石头啊 或者烫啊过滤掉 希望能成功吧 弄完之后还要接着烧 我不知道这邻居对我有什么意见 没有 因为上个礼拜还是接着烧 因为我这一堆实在是太恶心了 放在这 我受不了 如果在这不弄完的话 我还不能开挖 因为我想把 挖了之后的话 从这里远过来 我就不堆在这了 我就堆到那边去 看到有个大木头在那边 我想把那个木头装置 也通过火子 把它把它烧掉 要不然一堆就在那超级难看 一会儿我还想看看那有根倒的那个木头 看看能不能再利用 要把它锯下来 看看吧 好 先把这回给收集起来 我这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滤网 我现在已经弄了一桶了 看这个草木灰是非常细的一个草木灰 里面没什么杂质 看这过滤出来的杂质都在这 到时候还得把它放在火里面去烧 让它化成灰 现在我打算的话 就是把这个 我得把它存起来 我在地下室找了一个容器 看看我能 这还挺重的 这是优质的草木灰 在开圈的时候 我直接撒到菜地里面去了 不想撒到 草上面 这太浪费 这种草也需要影响 我找了这两个容器 要把这个倒进去 看看我能 能收集到多少的草木灰 如果这两个容器装满了 那我估计我就会考虑 把那个杂质炒到里面去了 因为没地方装 这个 可真的是一举两得 把这个 树根了 我真的是不可能把它装到袋子里 然后等着那个 它要求我都能过来收 这个直接烧的就好了 现在 我想去把这个火伸上 把这边也烧掉 因为这边还有一大半的 这个不烧掉 睡不着 我挺恶心的 先要把它去据点这个木头 然后这边有个树根 我去打算把它收拾 看看能不能把它挖出来吧 好 我先要去砍 拿那个 去把那个树砍一下 看看 挺大的一棵树 倒在地上的话就好几年了 开始烂了 关键是我的锯子 我都不知道能不能锯下来 这棵树真的挺大 可以看到 我已经锯了一些了 哎呦我的天呐 太大了 我的锯子够呛 这 那我就先锯这个小的吧 这边有个这个 这个弄的 就去拿过去烧了 不行 我这个电锯 就电池驱动了 根本就不行 只有这个树 我把它弄断 到这的话 我这电锯已经进不去了 这个锯树的话很硬 哎呦我拿斧头劈了一下 劈的上面都当当当的 那小 不行 这个木头 本来我还想把它去断了 然后移到这边当一个一边 你知道吧 但现在基本上就不行了 估计又 还是得用火烧啊 把它弄了 要不然这样太难看了 你看这一坨 这一坨东西在这 来到时候 没办法 就把它烧掉 要不然这个木头 你看这么大 这多少年的树啊 这就可惜了 就放在那烂掉 烧掉 你没能力 把它弄掉 这个木头放在这 真是档案 很个硬 你要从这边看的话 就很难看这一片 不行 我这个电锯 根本就弄不动它 然后 这边的火已经生起来了 希望能烧个 把剩下的一半烧掉吧 进来进来 扔斧头真的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情 扔了 这就是 这边烧了火 希望能 把这些下烧掉 也祝大家 2023年 大家烘烘火火 使劲烧啊 有多少火 烧多少火 旺旺旺啊 新年吧 我也是希望把这火烧了旺旺的 这样把这个东西全新弄掉 我就开心的 好了 现在就等着它烧 然后我把这个剩下的灰 给储存起来 这是天然的肥料 污了 我把这个树桩子 给从地里面起出来了 这原来的话是一株树 放在这里 烧 希望能把它烧完 这个树太噁心了 你看这么大一个树 之前的房东的话就烂了很多树 在里面 哎 希望这个 能够把这个木头给烧了 不烧的话没办法 这东西你说怎么弄 根本就 除非有那种粉碎机 差不多 那得又要花钱了 这个 看这火多啊 2023年一定能行 大家都行啊 我也希望 能看到这个视频的人 心间 都有好远 我现在还得接着把这个图木灰 给 筛选一下 你看这里面 这是一堆 从那个图木灰里面 筛选出来的 那个这种杂质 明天就下雨了 你说不下雨 不把它弄出来 这就没了 这就湿了 好嘞 我就接着弄这个 现在 应该是夕阳的时候了 今天烧的还不错 这些树根什么的 基本上都 烧完了 在后面的那个 就是朽木什么的 我都拿过来 全是给它烧了 希望 把这里面底下的树根 全部给 烧掉 这样的话 我又会有好多那个 就是炒木灰了 我刚才用这个装置的话 收起来就是一桶的样子 估计这个能收很多 然后我们衣服啊 可能会考虑几次 现在的话 我真的在生这个火 把这个火生出来 这是2023年的第一次生这个 在发皮里面生活 希望今天 大家都能红红活活 哎呀 说实的话 时间过得很快 我做这个 YouTube的话 频道的话 已经两年多了 现在是356个能关注 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 说实话 真的 有的时候看到这个数字一直不长的话 我心里也挺着急 但是没办法 我还是本着是我自己的原则 我是想 就是分享一下自己的生活 如果你们能从中的话 学到一些东西 到那我就很开心了 然后关注量 然后关注的人 说实话 我也不是很纠结 我希望的话 就是记录我的生活 也许10年之后 我再来看我现在的自己的话 我完全不相信 就像我现在看之前的视频 就是我刚买房子的视频 谁能想到 我能把 这些灌木虫 然后变成了一个菜园了 对吧 说实话 我现在看的话 也是对自己灌木相看 所以说 我现在的宗旨的话 就是每天干一点生活 就是这样 我们也不是有钱人的生活 就是宗旨阶层的生活 所以说 每个周末干一点 干一点 然后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 所以说也祝大家在2023年 那后 能够把自己的目标实现了 把自己的理想实现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视频 拜拜